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半场聊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何博士的一些生活经历哈那下半场我们可以简单聊一下这个有关何博士专业方向的东西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留言那这样的话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帮你解答或许在这个时间里面有这个看到我们直播的话那之后我们会帮你解答你相关的问题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要感谢我们的这个赞助品牌方哈那赞助品牌方有ADLV人生的巅峰 Vebrate振动Lifewalk 法斗生活与工作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宠物Excel 饼干鞋 精英球精MLB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那里让日常更嘻哈让时尚更随意 飞了从专业运动到复古潮流 阿迪达斯没有不可能 耐克想做就做 哭起与哭起同行 LV生命将引领你去向何方 林公子饮食加工尸体连锁电 哈那同样在下半场的节目开始之前请我们的这个嘉宾跟我们一起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 在韩十年或许爱情或许事业或许梦想或许我们还是我们 好那呃在下半场开始之前还同样就是请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的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啊大家好我是我叫何志宇然后在韩国呢来了11年了 然后今年呢刚刚从湘门大学的伊万大学院 体育呃体育健康管理专业里面呢获得了这个博士的学位 嗯好那刚才就是我们上半场聊了很多哈那有关在那接着下半场我们聊一些有关你在就是读博期间呢 这些那在您读博期间啊就是有什么一些简单的趣事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 趣事吗嗯或者说你在学习过程当中因为嗯总感觉刚刚您上半场讲到一些巴西融 博士对你的影响吗对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比如在写论文创作过程当中有一些觉得自己表达不了的语言障碍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些比如像很多博士就在写着写的论文也有崩掉的嗯嗯 我也有过就是别的那就是因为没写过论文之前对对对不会写的嗯有的时候无从下笔嗯不知道他该怎么去捋这个东西嗯然后来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担任我的导师的这个课的翻译嘛啊就相当于 因为因为很多我们系里边很多的博士博士们啊嗯嗯韩语并不是那么好的啊以至于上课的时候他们会听不懂嗯然后但是我就是在我们系里边可能算是 仅存不多的这个韩语相对好一些的人嗯我不说我最好啊就是相对还能行嗯然后教授就是那时候就相对于借过我最讲课嗯嗯是这样啊然后因为我教授有门课叫论文研究方法啊就专门讲这个论文的这节课我听了八遍这些年嗯我听了八遍嗯我自己听完以后我还要每次都去给他翻译对就像我讲嘛嗯我讲了 八遍然后基本上论文的这个套路什么的这个我基本上都就是已经都明白了后来哦后来写的时候就相对来说轻松太多了轻松太多了但刚开始的时候嗯嗯真的不会嗯不会写那可以简单给我们因为我们邀请了很多博士哈啊就有关这个论文写作大家还是蛮头痛的啊像您这样讲了八次之后您觉得写写这个论文或者论文的研究方法就简单的你觉得有哪些技巧啊 得到帮助了对你来讲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专业跟我们是不是一样啊就那个方法但是我只是说我这专业就是说呃就是韩文韩国的这个模式啊国内的咱们是咱就不提国内的模式了韩文的模式它是这样就是他他有几部分嘛最开始就有一个叫有序论对理论性背景然后研究方法然后然后你的结果嗯 论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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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结论他不是按照这几个大的几点去 因为框架对吧那么序论里边 就是咱们要咱们咱们去写他有一个像我就经常给我我导师经常交给我的就是他你要有一个叙事叙事 就是讲一个故事一样啊有一个逻辑性嗯 然后这个逻辑性一定在序论里的逻辑性一定要是乘限于道三角的一个 倒三角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大范围最后缩小的小范围 就是比如说 咱比如说你 而且你这个顺序 一定要和你的题目是一样的 那题目是比如说 一和二三的什么关系 那么我训论里边 你看你前面你题目里边是一二和三 那么我训论里边写的是 也是一二和三 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去写 你包括在后边研究方法里 也得是一二和三 结果也一样是一二和三 但论议一二三 一定要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 那个顺序一定要是一样的 你不能是题目是一二三 比如说题目是一和二和三 什么什么什么研究 那你训论里边变成三二一了 研究方法里是二三一 你结果又是一三二 那是不行的 那样你这论文绝对是通过不了 你也到不了那个后边 你在前面就给你走了 因为你看起来很乱 没有一个逻辑性 你讲故事一样 咱们去世讲故事一样 要有一个逻辑性 有一个顺序 它又有一个连贯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在序论这个里边 你要去 而且你要是 你要每一点和每一点 去给它衔接上 一和二要衔接住 二和三要衔接住 这样去给它写下来 在序论里边研究必要性 这个里边 是这样一定要这样去写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专业是这么写 我不知道其他的专业是不是一样 然后再到理论性背影就不说了 这个就是找一些背景资料什么的 把它放进去写写一写就可以了 然后就研究方法 那么方法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画表 表一定要画得漂亮 表一定要画得简单易懂 不要画的就是乱七八糟很多东西 不要就表是特别需要你去 怎么说呢 去下功夫研究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很简单 就是三线表 三线格 咔哔哔哔 一门完了 铁上树 不是那样 你的表头 你的标题 前面你的表头 包括你底下标注 都是非常 就是要下功夫去研究的 然后 首先格式要对 然后看一篇论 论文好不好,包括以后,比如说咱们以后咱们有其他的博士的同学看到咱们这个节目,你可能上博士的时候你要去投期刊,投论文,你的论文给这个评审员的第一印象好与不好,主要是看这个表,投过了以后人先看这个表画得漂亮,这表看着我特别舒服,这论文有点意思,看看 怎么回事,他会愿意去往下接着看你的东西,如果你这个表画得乱七八糟的,一般人就不太不太愿意看了,一般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表要画得漂亮,那像你们专业来做这个表,大概是一个什么表,是一些训练的数据跟理论的结合,那是结果里边,在结果里边主要是放一些数据,然后在研究方法里边,你主要是放一些写到你的研究的方法 那这个表,您提到这个部分的表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表格 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运动训练的研究,然后这个研究里边,你的表肯定要放到前面要放到什么什么项目和什么什么项目,然后你实现的时间是多长 比如说是一周几次,一次多长时间,这个时间里边具体的内容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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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一小项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加一起总时长是多少,这样详细的把这些东西都在画到上面 这样,然后这里边的具体的表的这个排版,怎么去排怎么去设计,这是你自己要下工不要去琢磨的,每个人的画表它们有每个人的每人的风格 这个有点跟我们电影数据报告,类似吧,数据因为后边都是一样的,分析出来以后,统计做出来以后,完了从那个地方,你去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你后边数据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分析出来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结论,对吧,这后边都是一样的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你表一定要画得好,简单明了,人家一看,怎么说呢,你前面有一些文字,文字你画表之前 比如说咱们的训练方法,就按我们这个专业来说,你训练方法,你在画表之前,你肯定有文字上的说明 你文字上一定要介绍,我这个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然后这个实验,我的受视对象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人,从小招来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有多少人,排除了哪些人,然后哪些人在外 然后排除这些不行的以后,我一共能用的是多少人,就乱七八糟,然后怎么实行 你肯定要有一个文字上的叙述,然后才是表,对吧,你这个表,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知道吗,就是很简单明了,把之前那些东西都能体现在这个表上 这个是一个非常要下功夫的,是一个能力 这个是其实也很难,其实挺难的,我之前最开始写的时候也是画了 研究了好久去怎么画,然后我的导师也经常去教我,然后也去看论文 看其他人怎么画,然后自己在琢磨,自己在抠,自己慢慢研究 想怎么画,这么画怎么样,试试那样不行,感觉不太好 然后再换一种方法,这样慢慢去练,你需要去练的这些都是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去看论文 多去看论文,他会给你一些启发 然后还有一些好的论文呢 他做的好的话,会给你一些灵感 你也可以照着他仿制,按照他的那个方式去写,去画 按照他的那个方式去画,也可以的 但是主要还要多看,要去下功夫研究 这个东西 也就是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多看论文 对,那肯定是多看论文 如果你博士的话,我教授说的,我的导师跟我说 你看不到一百篇论文,你都不用来找我 你看不到一百篇论文,你都不用来找我说写论文的事儿 咱俩不用落这个,你先去看去吧 那你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科目上 你前后八次帮助过这个教授 那你正式写这个毕业论文,其实花了多长时间? 博士的论文 从构思,定下题目,到现在答完遍,大概是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一年多一点 已经非常快了 对,然后中间在做这个测量,投放那个期刊 不是不是,这个毕业论文 然后就是你去做测量,做测,测这些数据 做测试,这些东西加上来大概一年多 一年多一点 因为这一段时间主要就集中就干这个事儿了 后来班都不上了,我那个学校那个工作后来就辞掉了 我跟教授,我跟导师说我不干了 专心写论文了 后来就每天就只干这个事儿,只习写论文 然后去训练 对,就只干这两个事儿 别事不干了,别定了我也不去 每天就做这些 那就是图书馆不待着 在家,不在图书馆 对,因为我家里边离图书馆,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 然后家里边有电脑嘛 然后每天就在家里边自己弄,自己研究 然后到点了差不多了,累了,晚上下午就去训练去了 学练回来了,歇一会儿再等一会儿,把你睡觉 每天基本上这一年 一年都是这样 基本上这一年多就干这些了 除了这些没干别的事儿 你不能干别的事儿吧 因为你干别的事儿的话一年出不来 不是,你干别的事儿它会分散你的经历 你再接,接不上趟了 对 对,差不多一年多吧 写完了 太厉害了 好多博士都在这个苦闷之中 其实论文它就是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掌握以后其实还好 然后再加上都跟教师都跟导师去沟通 你把你的想法其实告诉他 然后你互相多交流怎么去弄 怎么样好,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跟我教授 你看教授我画了两种表 你看这种好还是这种好 我有几种统计方法 你看看这三个我都列出来了 你看一眼哪一个好 哪一个好的你留哪个 这不好的你不要了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也是那样 那把这个放一块 或者怎么样 你要去找他 主动的但是 对,你不能等他来找你 你等他找你,那你等着吧 你等着吧 他啥时候想起来你 那就不一定了 对吧,你得去找他 我就是基本上因为 正好因为经常去帮他做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经常有时候也会一起吃饭 什么的,就有时间问 逮着机会 对,就跟他聊两句 就当闲聊了嘛 就聊两句 然后聊一聊 就三五分钟 能解决一个小问题吧 对,三五分钟一个对话 解决一个小问题 就每一次解决一个 对吧 因为我总能见着他 他不像其他的学生 可能不对 对,而且有一些学生 有一些就是博士老师 就是比较抵触 跟教授就害怕 心里边会抵触 因为他语言不太好 会抵触 你越抵触 教授越不答人家 你不找他 你等着他找你了 对 那你论文你就没法往下 进度就上不去 对 所以就没办法 对,这也是一点 要一定要多找教授 导师 对,多找你的指导教授去沟通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有什么想法 及时去沟通 就不要自己去考虑太多了 你可以让教授办法做行动 像你刚刚提到的 我可以给教授几个方案 让教授建议用哪个方案更合适 也不是 就是怎么说呢 你有一个大方向 这个东西 你做出来了 但是你做了以后 你拿不准 我拿不准是这个 还是这个 还是怎么样 那你就全做出来 你别等着教授找你要的时候 你没有 对吧 我全做出来以后 教授你看我都有 你看这样我也做了 这样我也做了 这种我也有 您看哪个好 您说哪个好 咱就用哪个 对吧 就是你态度你得拿出来 一个态度你要有 然后别等着教授一看哪儿东西 我没弄 那你就回去吧 那你这次你俩肯定 你这次找教授 你们指导轮文肯定就没有进展 对 你没有进度了 你就回去吧 然后你下次还来 来点过 还是这回事 对吧 你这样一次两次三次 你进度不就落下了吗 所以就是 你态度上面要做好 因为韩国人其实还是蛮讲 蛮在意这个态度 你的对 工作上面这些做事的这些态度的 还是蛮在意这个过程的这个东西 然后态度一定要给他 你有一个好的态度 对吧 我是用告诉他 就是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用心在做 他教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对吧 咱们都不是 虽然语言不通 他又不是傻子 对吧 语言不通但是都明白 他眼能看出来 你有没有用心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说 态度一定要有 把这个东西接上去给他 尽量去做到想的周到一些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每次去一趟 教授说让你干啥 我回去干嘛 多一点 教授让你写一加二 你多一个三你都不行 那样的就是很被动 对很被动 你要主动去多找 多去找这样的话 对博士论文的那个进度 进度 对推进这个进度是很有很大 很快的 对而且就是没事 还是就是自己累点累点 多多下着功夫 还是累 对 好因为那个你刚说了 就是自己在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蛮快的 你像我们系的 基本上都是两年三年 论文吗 对啊 博士能跟大论文 嗯 写这么长时间吗 不放人呢 教授说不行 那是没办法 教授说不行那就没办法 嗯 再加上其实也有很多 就像 嗯 像可能像我 是硕士就在韩国读的 还好点啊 有的在国内读的 可能有很多就是 来着以后不适应 不适应 而且写的方法可能也不太一样 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时候也会出现障碍 对 对 导致于教授不满意 不满意 自己也有些就是 毕竟现在来这边读博的 年纪也有一些偏大的 就是比较固执 对 然后就会产生 中间这个磨合的时间 磨合着磨合着 叫做说上次指定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又写篇了 又出现这种问题 嗯 对对对 我认识接触的 我们的里边 认识的里边有很多 有很多这样的 对啊 那这样的话 来来回回两三年就耗进去了 嗯 嗯 我觉得对 是有这种情况 会有 我们这个戏里边 有一些人 有这种情况 你像我们 像特别是我们导演方向的 会要求拍一些 就是月线电影 或长篇电影 这个计划 就是一个电影出来 本身就差不多一年 就会耗进去 一年啊 嗯 耗的对 时间还是很长 嗯 这是你像我读硕士的时候 就前前后后 啊 五年的时间 我才拿下来 那个硕士的毕业证 呃 导演 导演 制作导演的方向嘛 嗯 因为中间 中间我个人是有 去国内工作 去现场工作了 有两年的时间 去下 走片场 对 因为我们毕业 硕士的还好 他不是论文型 是一种 电影制作报告书 嗯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要制作报告 你就要先完成作品 你得有东西 去报告是吧 嗯 所以就花费了 非常长的时间 那准备 那你这准备工作速度 已经挺久 应该啊 前期得做一些准备 对 因为当时 我其实学这行 学的还蛮久的 哈 最开始我是学表演 后来 来到韩国 又等于我在国内 是专科毕业之后 又来韩国重新修了 一个文科 哦 因为要继续做演员的话 就语言过不了 因为我来之前就没学韩语嘛 所以就改了导演方向 改完之后就一直读过来 读到就是 说是 当时准备那个作品 对自己要求太严了 可能 我没想到会耗费那么长时间 本来就是做一个短片 可能就短短结束了 当时因为我去了片场 也存了一些钱 我要做一个长片 挑战一把 就做了一个长片 那这样的话 那个长片前前后后 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还是 对 花费了那个 其实我报告的时间非常短 因为你做了长片东西 光积累数据 就已经非常快了 对 你内容有了以后 太多了 内容 内容有了以后 你再去报告就好做了 对 主要是前面这个东西 对 那刚刚您提到就是 您现在是属于这个 体育健康管理学的 那么一个学科 那这个学科 主导 这个停了是吧 没关系 反正我没有 继续 那刚才您提到 您的这个 是体育健康管理学的 那么一个学科 可能会有一些 朋友们 对这个学科 还不是很了解 您能简单科普一下 您这个小的学科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学科 就是 就是 说白了就是体育学 嗯 他的这个学科的名字 体育健康管理 然后呢他可能包含了一些 更偏重一些 健康管理类的 健康管理类方向的一些 课程 一些研究的东西 会有比较多 偏向的 然后 然后那个 在这个 更大一部分 还是体育学 体育学的比如你包括什么 运动训练啊 什么 嗯 运动生理啊 嗯 体育统计啊 嗯 什么 这个 还包括一些什么体育产业啊 体育营销啊 乐器八道的这些 打的这个范畴嘛 这些基本都包括 都有就是这个课程呢 嗯 它是比较随意的 就是你可以去自己选吧 想学哪个 你是哪个方向的 你就可以选你那些对应的课程 嗯 比如还有什么运动心理学啊 嗯 然后你包括统议学 运动心理学 然后还有这个 嗯 嗯 像那个 考这个什么 就是我这个论文的这个写作方法呀 啊 叫论文研究方法 嗯 论文的研究方法呀 然后还有什么 像什么 营养学啊 嗯 嗯 运动损伤啊 然后运动处方啊 健康管理 运动老化 嗯 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我说的这些 这些这些科目 这些课程的这个 科目 嗯 这些就是你需要学的这些 修的这些课程 嗯 大概是这样 然后继续研究方向是你自己定的 你想去研究哪些方向呢 你要跟教授 你的导师去 去这个 沟通 去沟通 去商量 你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的导师的方向相符 他能不能指导的了你 嗯 你有一些可能 你比如说你的导师 我比如我导师 他是 他主要是搞 他的专业是运动生理学的 嗯 然后他就主要方向呢 再偏向于这个健康管理方面的这些专业 就是 怎么说呢 说白了吧 就是运动 某种运动 某一项运动 某一类这个方法 嗯等等之类 对你的身体 对人家身体健康 有一个什么样的促进的这个 有一个好处 嗯 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 呃 什么样的这个 叫什么 什么样的 积极作用 啊 这样 就大概就是 我导师他是研究这些方向 你比如说 徒步 经常走路 经常走路 嗯 会对老年人的健康 嗯 比如说 会延缓老年痴呆 比如说 会 这个对身体健康 嗯 有促进作用 嗯 就类似于这种 某老师他专门研究这些 但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他也可以做 嗯 然后呢你要去跟老师商量 你不能说教授 我老师是干这个 研究这些的 我去跟教授说 我说教授 我说我想写运动心理学 那他就 指导不了你 因为他不会 他不是搞这方面的 嗯 对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指导不了你 你不能说你这个教授 是搞运动心理学的 你说教授我想写一个 我想研究研究运动训练 嗯 那样的话你跟你导师的 这个方向不对 不对口 因为他也在 在心理学他肯定是 比如说 在心理学这方面 他肯定是专业的 嗯 对吧 无庸置疑的 但是运动训练他可能 没有那么多的 他知道但是没有那么专业 对他肯定是懂 但是他肯定不是那么专业领域的人 那么懂 嗯 所以他就没办法去跟你知道 这种认为 所以说跟你那个导师去 这个 定这个方向的时候 还是要去多沟通